猎王记下第七章 以丽莎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明日大约这个时候 在撒玛利亚的城门 三公斤面粉只卖十一克银子 六公斤大卖也只是卖十一克银子 但那搀扶王的官长回答神人说 即使耶和华在天上开了窗户 也不会有这事发生 以丽莎说 看哪 你要亲眼看见 却吃不着 有四个麻风病人 在城门口那里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如果说 我们进城去吧 城里正有饥荒 我们就要死在那里 我们如果坐在这里 也是要死 现在让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吧 如果他们饶我们一命 我们就可以活着 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 我们就死吧 于是他们在黄昏动身 去到亚兰人的军营那里 他们来到亚兰人的军营外边 竟看不见一个人在那里 因为 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战车 战马和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看哪 一定是以色列王雇用了赫人的重王 和埃及人的重王来攻击我们 于是他们在黄昏的时候起来逃跑 他们丢下他们的账目 他们的马匹和他们的驴子 军营仍在那里 他们却只顾逃命去了 这些患麻风病的人 来到军营的外边 他们进入其中一座账目 又吃又喝 并且从那里取去金子 银子和衣服 然后离去 把东西收藏起来 他们再回去 进入另一座账目 从那里拿走财物 去收藏起来 他们彼此说 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今天是报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出声 如果我们等到早上天亮 我们就算唯有罪了 现在来吧 我们要去通知王家 他们就去呼喊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去过亚兰人的军营那里 看见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也没有人声 只有马仍拴着 驴仍拴着 账目都原封不动 守城门的就喊叫起来 又往城内给王家报信 王在夜间起来 对他的臣仆说 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对我们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知道我们闹饥荒 所以出到军营外 在田野埋伏 心里说 他们必从城里出来 我们就可以活捉他们 进入城里去了 他的一位臣仆回答说 请叫人拉五匹剩下的马来 看哪 他们像所有剩下在这里的以色列人 都要像所有死去的以色列人一样 让我们打发人去看看吧 于是他们取了两辆战车和马匹 王差人去追踪亚兰军 吩咐他们 去查看吧 他们就去追踪亚兰军 直到约旦河 看哪 沿途堆满了衣物器具 就是亚兰人在匆忙逃走时丢弃的 于是使者回去向王报告 众民就出去 抢掠亚兰人的军营 于是三公斤面粉 卖十一克银子 六公斤大卖 也卖十一克银子 好像耶和华所说的 王指派那官长 就是那搀扶他的 在城门口镇压 众民在城门那里 把他践踏在地 他就死了 好像神人所说的 就是王下来 到神人那里时 他所说的 这是因为 当神人对王说 明天大约这个时分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六公斤大卖 卖十一克银子 三公斤面粉 也卖十一克银子 那官长回答神人说 即使耶和华在天上 开了窗户 也不会有这事发生 神人说 看哪 你要亲眼看见 却吃不着 这事果然发生在他身上 众民把他践踏在地 他就死了 说 我去操作了 这事 stories